你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出去 去哪儿啊 我要去找启明 你找他 你一个千金小姐 这么晚了去找那个臭小子 这 这这 太不像话了 去 马上回去睡觉去 不 我一定要去 有些事情 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你要跟他解释什么 爹 启明本来好好的 你故意支开我 让我去买烟 等我回来的时候 启明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我不在的时候 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 谁跟你说的 长妈呢 长妈呢 长妈 他没跟我说 是我猜的 启明好端端地 怎么就离开了呢 我要问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许你去 爹 我不是你的犯人 我有我的自由 你没有权利干涉我 你别忘了我是你爹 可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自己的事情 可以自己做主 行 看来我真是把你给关坏了 你不需要去见那个小子 知道吗 我可以告诉你 我跟他说了什么 他喜欢你 我告诉他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就是让他直男而退 而且以后 我绝不许你们两个再见面 爹 你怎么会这样 我喜欢谁 应该由我自己来选择 你又不了解启明 你怎么知道我们配不配呢 荒唐 你堂堂警局局长的千姬小姐 她呢 她不过就是一介五福 你留学回来 你喝的是羊墨水 她呢 耍肠弄棒 大字不识几个 她能配得上你吗 我跟你说过 不要跟这种人来往 你不听 现在好了 跟他谈恋爱了 你 你是要把爹给气死吗 爹 我告诉你 吴丽 我今天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你跟他绝不可能 爹 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一直以为 你是很慈祥很民主的父亲 我一直以为你是很爱我的 什么都会支持我的父亲 我没有想到 你是这么的势力 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的幸福 我就没看出来 你跟魏启明在一起 有什么幸福 我问你 你跟他在一起 到底有什么好处 好处 两个人互相喜欢 需要什么好处吗 那我妈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 我妈嫁给你的时候 你不过也就是一个小警察吗 别拿你妈妈跟我说事 这完全是两码事 这根本就是一回事 妈爱你 你在什么都给不了她的时候 她依然嫁给你 妈在的时候 她也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你能当上局长啊 妈虽然后来贪慕虚荣 走错路贩卖鸦片 可是不管怎么样 她都没有离开过你 我承认 我是对不起你妈妈 所以我不愿意让你 布你妈妈的后尘 我没有她那么贪慕虚荣 所以我是不会像她那样 走错路的 但是对感情的执着 我倒是像她 你是改变不了我的想法的 看来你是一意孤行 要跟那个小子在一起了 没错 将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就要跟她在一起 您拦不了我 好好好 你长大了 啊 翅膀硬了 是吧 去吧 想跟她在一起 你就去吧 但是我告诉你 有一天你别回来找我哭 从现在开始 你的任何事情 我都不管了 小姐 你冷静点 就长真的很生气啊 妈 妈 小姐 大妈 你去睡吧 我不出去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吓死我了 启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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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我很忙 有很多事情要做 对不起 你没有必要向我道歉 我知道我爹对你说过什么 那是她对你的误会 那不是我的想法 既然不是你的想法 就更没有必要向我道歉了 对吗 但是你在怪我 我没有怪你 我只是想 我们暂时先分开一段时间 我想做一些事情 让你爹知道 让你爹对我刮目相看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在一起 对吗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可是我爹他 相信我 用不了多久时间 我就会证明给你爹看 我不是这么无闹 我要证明给他看 我配得上你 好 爹 这个呢 是这个月药房的账目 请您过目一下 你先放到柜子里吧 我晚上抽空开 好 好 锦铭啊 你在看什么呢 爹 您把师爷爷的药方 放在这个箱子里 会不会不安全呢 有什么不安全的 能进去房间的都是家里人 再说了 谁还敢从我眼皮的底下 偷药方啊 是是是 爹 郑南前两天和我说 现在呢 二师叔已经叫他配药方了 夜市药房呢 没有二师叔在的时候 郑南都可以打理了 爹 您什么时候教我配药方啊 怎么 着急了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二师叔怎么做 那是二师叔的事 我会按照你师爷爷的传统 去办的 师爷爷的传统指的是 你师爷爷走了以后 才把金创伞的药方 传给我和你二师叔 所以啊 我们魏甲刀创伞的药方 也得等我百年归老以后 才会传给你们的 我想总有一天 你是爷爷的药方 会传到 你和启凡的手上的 但是我不希望 你们像我和 你二师叔那样 为了药方 反目成仇啊 爹 这个你大可放心 我和启凡是亲兄弟 感情好得很 绝对不会出这种事的 那就太好了 师父 师兄 师父 谢老爷带着公子 来找您拜师学艺 在客廷等着呢 那我去见见他了 来 我到底要不要拿药方出来 和沙老板做交易 有他的帮忙 我一定能再来台上 大赢敬赏 但如果我把药方交到他的手里 他肯定会把药方交给日本人 这样我就对不起爹和师爷爷了 但是如果我打不赢比赛 我和文莉在一起的机会 就很渺茫了 就算让沙老板帮我打赢了井上 还有正难我怎么应付 现在有蒙面侠教的功夫 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除了依靠沙老板的帮忙 我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打赢这场擂台赛 沙老板的帮忙 那是被骞标准的 有事 不准备免了 至少 有事 早上 起�立 不得 快 伤心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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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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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儿练功去吧 好 真是好 好 真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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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练练 承南 你功夫进步很快 爹都感到很震惊 你最近是 怎么让自己进步得 这么神速的 爹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爷爷的天罡拳 真是博大惊深 我最近呢 一直在琢磨 身法还有拳法的配合 领悟到很多 我之前都不知道的奥秘 所以武功才会大涨 好啊 好啊 你爷爷是武术宗师 开创了明镇南北的天罡拳 我学他的武功学了大半辈子 连一半都没有学到 但是你 你自己却领悟出天罡拳的聪艺 你果然是我们叶家的传人哪 爹 您放心 我会继续努力的 光努力还不够 你一定要尽全力 这次沧州武术擂台赛 你一定要打赢日本人 夺到擂主 爹 沧州武术界藏龙卧虎 我只是一个小自卑 不 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我们叶家 一直是沧州武术界的群龙之首 大家对我们叶家期望最大 我听说 这次日本道场要上台的井上 有不一般的实力 大家都担心 这个日本人夺得泪主 让中国武术界蒙羞 这次泪台赛 备受关注意义非凡 正南 你只要打赢这个日本人 夺得泪主 我们叶家 就能名声远洋了 爹 为了叶家 为了中国武术的荣誉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这就对了 你接着练吧 杨局长 好茶 喝完茶之后 我请你去岳府楼吃饭 沈老板 太客气了 杨局长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个事 办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我已经按计划 对魏启明施加压力了 好啊 真是辛苦 杨局长了 杨局长这回放大鸳鸯 这令千金那儿 是啊 女儿跟我闹了一场 不过我相信 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坦白地说 我本来也看不上 魏启明这小子 能给他一个下马威 也不单单是 为了沙老板的计划 我也是为了 我的女儿着想啊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你说魏启明这小子 怎么能配得上令千金呢 这不是赖行 想吃天鹅肉吗 我跟他见了一次面 他对我是冷言冷语 看来这回他该来求我了 那小子要真是把药房拿来求你 那我就更看不起他了 此话怎讲啊 你想想 对自己家人都这样 以后什么阴损的事 他干不出来呀 杨局长 年轻人嘛 血气方刚 为了爱情 这已是冲动 什么事他干不出来 杨局长 别顾着说 来来来 喝茶 借酒消愁 愁更愁啊 酒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个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帮我打赢了景上又怎么样 现在又出了个叶正男 我和他的武功现在今非昔比 有他 我不可能赢得擂台 叶正男 这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了 好 动点手脚 叶正男绝对不会是你的绊脚石 动什么手脚 你想 你跟叶正男是好朋友 就在比赛的前一天 你把他约出来喝杯酒 然后就在酒里面放点药 等第二天比赛的时候 他全身乏力 你觉得他会是你的对手吗 这么卑鄙的手段 你都想得出来呀 成大事者 应该是布局小节的 我就问你一件事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你魏启明最想要的是成为类主 你最想要的是在苍州一战成名 启明啊 那一台赛的事 我可以帮你搞定 我就问你 这药方 到底能不能拿到手啊 我拿药方如探囊取物 轻而易取 好 那就好 来 为了我们的合作 干一杯 我没说要和你合作呀 我只是聊聊天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是很想称霸擂台 但是 即便如此 我也不会背叛我的师门 背叛我爹 哎呀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了 启明啊 我跟你说句实话 没有我的帮忙 你是拿不到类主的 拿不到类主 你在苍州 就是个污名小嘴 什么都不是 沙老板 你想得太多了 我要拿类主 可以靠我自己的本领 我喝酒呢 那不想别人打扰 请便 想当英雄固然重要 最主要的是 五十 惠子小姐 这些天 你让我们跟踪魏启凡 我们没有发现 什么特别的 她很少出门 出去就是买点东西 这是我们的跟踪记录 魏启凡去了天城服装店 你们有没有打听 魏启凡的服装 什么时候做好 这 这怎么 混蛋 这么点事 都做不好 对不起 我们马上去问清楚 还不快去 是 对 惠子 你为什么让他们去跟踪魏启凡 还不是为了药方 沙老板想拿泪主的惠子 却跟魏启明与叶正南去换药方 但到现在一个都没有谈成 但有一点他是对的 如果我们想要拿到药方 去找叶善群和魏鸿燊 简直就是跟老狐狸在斗法 非常地难 但是他们的后辈都很年轻 不像那些老家伙那么多心机 我们下起手来也比较容易 那为什么会选中魏启凡呢 魏启凡是魏鸿燊 与现任夫人的小儿子 他们又是出了名的恩爱夫妻 想必对这个小儿子 这个更是疼爱有加 到时候魏鸿燊的药方 一定会交到魏启凡的手里 原来如此 这个魏启凡 我之前接触过他几次 他不过就是个 乳秀胃肝的臭小子 我相信 他一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这些呢 都是非常新款的面料 那边是成品的衣服 小姐啊 咱们这儿的衣服啊 都是最新款式 你有喜欢的话可以试一试 我看看 好好 贵小姐 他到了 你们在外面等着 别让他看见 老板 我试一下这件 小姐真是好眼光 这件衣服的颜色给你很配 你到室衣间去试一试吧 好 好 老板 魏少爷来了 我裤子坐好了吗 坐好了 您看看 老板 这裤子是不是长了一些啊 魏少爷 这可是按照您的尺寸做的 应该穿在身上很合适的 要不 您到里面去试试 好 我试试看啊 好 这边 四兰 你脱口我换衣服 我 我 我没有 我没有 你明明就有 你别叫 你别叫 我真没有 你别叫 你别叫 我 魏少爷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板 我真不是故意的 他帘子没拉严实 我走过去他就 怎么说也是你的错 我真不是故意的 老板 我真 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姐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刚才是无心的 真的 小姐 是你呀 我 怎么是你呀 我刚刚真不是有心的 我刚刚真不是故意的 小姐 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理啊 要不我叫警察来 老板 千万不要叫警察 我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 我是无心的呀 老板 不用叫警察了 我相信 他不是故意的 谢谢 谢谢 你 你是这叫我吗 你看看你 抱着衣服不敢抬头走路 一脸做贼心事的样子 说实话 你刚才 是不是都看到了 不不不 我什么都没看见 真的啊 其实 也就是看到了一点点 对不起 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向你赔礼 对不起 反正我都吃亏了 反正我都吃亏了 嗯 要不你请我吃饭 吃饭 好好好 吃什么你做主 你真的要请我吃饭啊 对啊 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那我可不客气喽 小二 我们要这个八宝鸡 佛跳墙 糖醋黄河鲤鱼 烧海螺 香酥鸭 糖醋排骨 还有一个青汤燕窝 好嘞 小姐 你点这么多 刚才谁说要请哥吃饭的 这么小气啊 不 不 不是 不是 是 我是怕我带的钱不够 我逗你的啦 小二 刚才我那些都不要 给我来碗卤肉面 好嘞 卤肉面 不不不不 不 你也不用那么客气 虽然我带的钱不多 但是还是可以点两个好菜的 真的够了 小二 就两碗卤肉面 好嘞 二位稍等 刚才看你尴尬的样子啊 真可爱 我们也见过好几次面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我叫魏启凡 我爹是神州武馆的魏洪生 我听说过魏师傅的大名 我叫何也惠子 你叫我惠子就好了 我是日本人 看你的打扮就知道了 我们还真是有缘分啊 我们应该有见了三次面了吧 第一次的时候 你帮我捡了钱包 里面有我很重要的东西 说真的 我应该谢谢你的 上次我在街上被打 也是你帮的我 我们现在扯平了 扯平了 忘了你刚才干什么了 齐凡 我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我知道 有很多中国人 对我们日本人都有偏见 但是我就对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当然可以了 太好了 你是我第一个中国朋友 那惠子 你为什么要来苍州呢 我来习武啊 那个和尸道场的锦上 是我师兄 我来这里是找他钻研武学的 啊 锦 锦上是你师兄啊 嗯 我知道 我师兄在这里做了很多事情 让中国人很不喜欢 我也劝过他 不要以强凌弱 中国人习武 讲究武德 我希望我们的道场 也可以像中国武学一样 讲究武德 惠子 那我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 对了 齐凡 你刚才说 你父亲是神州武馆的温师父 那你武功一定很厉害吧 不不不 不行的不行的 我的功夫见不得人的 你别谦虚了 你一定很厉害的 你会儿有事吗 干什么 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 切磋一下武艺 我这个人很简单的 我喜欢武术 那好吧 面来了 面来了 吃吧 齐凡 你快吃 好 你也吃啊 好 那今天 我就教你一些最基本的吧 嗯 站好了 双腿并拢 双手握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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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马步 出马步 对 站稳了 驱步出拳 驱步出拳 齐 驱步出拳 对 这个手啊 是力拳 分开一些 分开一些 重心在后面 上步劈拳 上步劈拳 对 要劈过去 有点力度啊 好 下一步 收手 弹腿 好 收手 踢 没事吧 我没这样吻 我们练武之人 讲究下盘要吻 看来啊 以后如果要练功的话 还是要从最基本的马步 开始练起 你累了吧 歇会儿吧 嗯 好 坐 好 哦 启凡 你武功那么厉害 不愧是叶宗 少老师傅的传人 你也听说过 我师爷爷的名声啊 当然了 只可惜 在我来苍州之前 他就已经不在了 是啊 可惜 我的武功 连我师爷爷的 一成都不到 怎么会呀 你那么厉害 那你的师爷爷 得有多厉害啊 几番 你教我中国功夫吧 不行的不行的 我欠点功夫 拿不出手的 你比我厉害那么多 难道你不愿意啊 不是不愿意 那你答应了 师父在上 受徒弟一拜 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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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答应你 教你中国功夫 但是 我不能收你做徒弟 好 就这么说定了 以后你教我中国功夫啊 好 好 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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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都进来一会儿了 做什么梦呢 一个人在这儿笑眯眯的 嗯 没有了 古古怪怪的 今天让你去拿裤子 怎么拿到晚上才回来啊 干什么去了 我 我去看日落去了 看日落 这裤子试了吗 还没试呢 你怎么能不试呢 你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试试 还都让你娘操心呢 娘 你就不用为我的事情操心了 我都已经长大了 说得好听 快 试试 长篮的话 我给你改去 娘 那你先出去一下 怎么了 我要换裤子 我是你娘 你换个裤子 我还得出去呀 就在这儿换 娘 我都不是小孩子了 赶紧出去吧 娘 你赶紧出去吧 我说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出去吧 出去 去吧 沙老板 仓库的货都已经清点过了 没有问题 明天就可以出库了 好 非常好 怎么样 最近在这儿还习不习惯 都很习惯 沙老板交给我的事情 俊苑目前都能处理 你看这多好 看来惠子小姐介绍的人啊 是不会错的 沙老板 收购药房的事情 有进展吗 这个事情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件事急不来 得等机会 我现在正和两家做交涉 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俊苑啊 我想让你帮我办件事 这每年呢 都在北平要举办一个商会 所以呢 你看我这个时间 恐怕不行 所以我想让你代表我去 要我去多久 大概十几天吧 对了 你刚来这儿也不久 趁这个机会 你就去北平看一看 看看中国的风景啊 什么时候处方 明天 那我回去收拾行李 赶紧去吧 уд 你我困难 和辱子小姐 我已经把竹内军燕 知道北平去了 对 这段时间 他不会发现你和魏启凡的事情 是 叶小姐 您那边 好嘞 叶小姐 又是你 有时间吗 跟你聊聊 叶小姐 不要离开苍州 有一段时间 你是要回日本了 不是 我是去北平 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可能要离开苍州十几天 这些事情 你不用告诉我的 我在苍州 只有你一位朋友 刚好看见你 所以就很想告诉你 沙老板这么重视你 你当然会很忙了 叶小姐 我上次跟你说 我在商会工作 你好像就不太高兴啊 你是不是对沙老板 有什么成见 他是有什么事 得罪你了吗 竹内先生 我再一次提醒你 有些人和事 不能只看表面 不要太容易被人利用 其实 我没有什么 可以被人利用的 那祝你一路平安 我先走了 叶小姐 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 我从 没有 谢谢 倩倩 倩倩 我认识刚刚那个人 他是日本人 他之前还来过我家 找我爹拜师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 我跟他 能有什么关系啊 倩倩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虽然分家以后 我们不经常联系 可是我们的感情 是不会变的 你快告诉我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你想多了 没有怎么回事 只不过 他非要说我是他 唯一的中国朋友 你跟日本人做朋友 其实他这个人不坏的 他虽然是日本人 也跟道场的人很熟 但他也知道 道场这帮人啊 在中国胡作非为 所以就和他们 主动划进界限了 还有 他是真心实意 来中国拜师 学习制药的 我爹和你爹 都不可能受他为徒的 他来中国干什么呀 他现在 跟着沙国宗 做点事情吗 你看吧 他跟所有坏人都有联系 他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倩倩 我劝你 还是不要跟他来往了 小心谨慎啊 我知道了大小姐 最近 你大哥怎么样了 我大哥啊 我都很少看见他 他好像 在忙擂台赛的事吧 倩倩 你还在关心我大哥呢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对他抱有希望了 他最近跟杨小姐 关系特别好 杨小姐还经常来我家 我娘啊 特别喜欢他 把他当儿媳妇一样看待呢 我又没抱希望 谁抱希望啊 倩倩 你要是觉得闷的话 你就来找我呀 我们还像原来一样 永远都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你不听她啊 她还是想害得掉 不是 你不听我呀 我去不听她 你不听她吧 TIENNE 来 温少你 不是 你像你一样 我去不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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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她 你不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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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风格 你不是 我去不听她 哥 干吗 这都没吓到你 哥 你干吗呢 今天没练武啊 我正发愁比赛呢 你不懂 是啊 我不懂 哥 今天我看见倩倩了 看得出来 她还是很喜欢你的 就是也没用啊 感情的事情吧 不能勉强 对吧 你跟杨小姐在一起 对倩倩打击特别大 哥 你虽然不喜欢她 但是作为朋友 你总应该关心关心她吧 那倩倩怎么样了 倩倩最近跟日本人走得很近 就是之前来我们家拜师的 那个叫竹内的日本人 倩倩一直说她人特别好 说虽然跟道场的人很熟 但是呢又跟道场的人不一样 总之吧 就一直说她好 急死我了 你的意思是 倩倩现在和竹内经常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星回频道 湾 画 大厦 大厦 鑫 大厦 潜浪 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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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起着招过 谁能停止是怎的路 错过的结局了 无法走破 日常又日落 谁能渡过 繁华灯火 只愿今生以后 一切看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交据了 无法遭遍 日上有日落 谁能渡过 繁华灯火 只愿今生以后 一切看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